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我就没打算找男朋友 我也没人打算找男朋友 由徐静雷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即将在2015年情人结荡上映 其中男主角由当红的偶像歌手吴亦凡担任 吴亦凡说街拍这个电影实现了自己当演员的梦想 每天都在想 一直在想 想了很久 然后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很开心 之前也是因为一些原因了 因为之前一直在韩国发展 所以可能也是 然后之后反正这次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 然后刚好是去找到我 然后我本来也特别喜欢他 然后就是看到剧本之后 也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我觉得他挺有魅力的 然后也是作为第一部作品是我能够消化 然后能够感觉是能够有信心表现好的 所以我就把它接了 可能一开始会有点担心吧 然后就是也会有些压力 因为第一部片就是要演男主 其实还是会担心自己演不好 但是就是其实开始之前 徐静雷导也是跟我就是交了我很多 然后在片场也是一边拍他会一边鼓励我 然后跟我说挺好的 然后怎么样会给我一些反馈 慢慢地就觉得可以的 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是一部发生在布拉格的爱情电影 片中吴亦凡和女主角王立坤 谈情说爱十分从容自然 而面对镜头 吴亦凡聊起自己的感情观 则显得有几分羞涩 谁不期待爱情啊 大家可能都会期待吧 如果对啊 就是都会这样吧 这样还是对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有爱多好对不对 多幸福一件事情 对 但现在的我还是工作为止 所以你算是一个相信爱情的 相信爱情啊 对啊 相信爱情 我希望爱是是长久的 是稳定的 就是还是希望那种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单纯一些的吧 然后希望是能够 也是比较安稳的 我觉得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对 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别绝对的 我觉得这东西 就是爱情这种东西 是真的你说不太准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发生 在任何的地点 都说不准 我觉得缘分更多 而且我觉得 相信爱情吧 就是不要因为一些过去的经历 不要因为你的过去 而去否认这个未来 而去对未来失望 我觉得是抱有一种希望 一种能够找到爱情的这种 你就会遇到你的对的人 所以这个电影也是 我觉得看完之后 会让人更有爱 心里会比较开心 温暖的感觉 所以你自己经历有点错觉了 我吗 我没有失恋过 吴亦凡在电影里 饰演了一个小女孩的爸爸 还学习了自己之前 不会的大提琴 他说演电影 就是演绎别人的故事 没有偶像包袱 只要剧情需要 演激情戏漏肉也可以 演电影是在演绎别人的人生 为什么要有包袱呢 你必须要投入才能把它演好 所以就不会有包袱 我觉得这很正常 让我演什么都可以 只要我有兴趣和喜欢 那你也觉得是半场可以吗 可以啊 但是前提是我真的 这个剧本要吸引的 我觉得不要因为要演而去演 而是因为你自己对它互相的吸引 你自己有兴趣才能把它演好 这也是对观众的负责 这一定要看剧情的需要啊 对啊 如果它需要的话 剧情需要的话 对啊 为什么不可以漏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要接这些 但是也没有 因为还比较年轻嘛 作为韩国偶像组合XO的前队长 吴亦凡希望在歌手和演员 这两个不一样的职业中 找到平衡点 他说 这两个职业都喜欢 都希望一直有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但是我两个都喜欢 对 歌手跟演员其实挺不一样的 因为歌手其实是在 是在表现自我 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东西 然后 演员其实演戏是在演绎别人的人生 所以你的整体感觉就是会不一样 但两个我都很喜欢 两个都不一样 其实拍戏有时候也还是挺辛苦的 就是他时间上其实每天都不停地拍 然后可能时间比较长 然后但是 还是那句话 你喜欢就不会觉得累 你一定要喜欢 你真的觉得这东西特别有趣 就是塑造一个角色 把它做好了 把它做得就是很生动 像真的一样的时候 你应该有种成就感 这才是一个演员应该有的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种 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 其实也不会觉得太辛苦太累 音乐的话 我就觉得更加是 是在玩一样了 音乐我是觉得时间 你都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其实音乐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觉得是做不了太 做不好的 就你自己演唱的音乐 你自己的作品 一定是要你自己有共鸣的 你自己喜欢的 但如果是你自己喜欢有共鸣的话 怎么会觉得辛苦呢 不应该 其实我现在并没有说 一定要重心放在影视 我希望这两个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因为现在其实有时候时间原因 其实是不能说那么好的平衡 但是我是希望能够 无论是影视还是音乐 都能够一直地有作品出来给大家 而面对粉丝的热情追捧 吴亦凡说 这是作为歌手的一种享受 虽然偶尔会感到压力 偶尔希望保留点个人隐私 不过仍然感谢歌迷朋友们的支持 自己会继续努力 我觉得这种就是 作为一个歌手 才能有的一种 一种享受吧 一种感觉 一种舞台感 那个是其实演戏是没有的 那种时候 其实每次我上台还是会紧张 即使就到这么长时间 还是会紧张 还是会觉得 哇这么多人都在 为我欢呼 一定要好好的 把他表演好 一定要那种热情吧 对音乐那种热爱 一上舞台就觉得 这是我的舞台 因为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音乐是一个让人 有热情的东西 让人年轻的东西 也特别 让你一直可以保持活力的东西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说我两个都喜欢 当然每次也是 也是特别感谢他们 歌迷朋友们 他们一直这么支持我 其实 有时候会有些压力吧 就是因为 其实每个人心目中 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榜样 一些就是 自己想去学习的人 我觉得我就希望就是 能够带给他们 多一些正面的东西 正面的能量 然后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能做到最好的事情 就是能够让喜欢我的人 觉得喜欢我是一件 特别正面 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作品 我的作品 他们也能够 就是觉得是值得去看的 是喜欢的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其他的其实 就真的还好 因为你 不会说 你既然选择这一行 你肯定要去接受 这些东西 有时候当然还是希望 有自己的隐私啊 对 但是其实也有时候也确实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公众人物嘛 对 但是我是一直都是 也是在说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 就是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人生 过好自己人生先 因为我觉得就是 喜欢一个偶像 有一个偶像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因为其实 你有一个目标 在能够去学习 但是同时还是把自己的人生 也要过好 自己也要努力 因为其实我只能说是 你既是一个榜样 但是并不能对你们人生 人生负责任 所以我一直希望他们 在支持我的同时 也是自己也要努力 就算与时间为敏 就算与时间为敏 我感谢你 我也要努力